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萬通國際投顧林中翔為您製作的 標股林中翔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了58點 很多投資朋友都在擔心 空投老師又在恐嚇你 嘎嘎嘎嘎嘎嘎嘎又在恐嚇你各位 我看不到是空投 我怎麼看都是多投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有的股票拉回來 跌停板之後 或是下跌之後 一兩天就拉上來了 這不像是空投 這是標準的多投 我們看一下今天大盤 來各位大盤指數最後跌了58點 喔老師好恐怖 這一盤跌下來 誰在跌 台積電在跌 我們看一下 233 2330的台積電 最後一盤跌了4塊半 就是台積電在下沙 台積電下沙對台北股市指數來說一定會跌 但是很多股票都在拉尾盤 各位我們看一下4968的利基拉尾盤 我們看一下各位3661的四星拉尾盤 我們看一下6531的愛浦還是漲 我們看一下4935的茂林拉尾盤 老師好恐怖喔 茂林這樣子跌好恐怖喔 不會啊我覺得很好 你不覺得他今天好厲害 好棒棒 對不對 連跌兩天下來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他K線 你看他在下跌下來 這裡是不是下跌出量 這才恐怖啊 這才恐怖啊 結果跌到第一點開盤漲停 開盤漲停 開盤漲停 公漲停 各位他是連續跳的 讓你賣掉也買都買不回來 好各位你看今天 我今天有一個客戶啊 各位王小姐開盤以前打給我 趴點40分就打給我了 他跟我說老師啊好恐怖 帽林的試戳價是100塊 我跟他講啊 你不要看試戳 試戳又不準 開盤價又不會100塊 結果一開107 盤中下殺 這個叫洗盤你知道嗎 下殺下殺洗盤 結果 把這個福額全部洗掉 對不對下殺有量啊 攻擊也有量 看到沒有 攻擊也有量 哇啪一下 哇幾百張攻上去 跟你受到最高 投信愛賣是不是 你最好都賣光 外資也在賣對不對 你外資最好也賣光 但是外資不可能賣光 外資的持股比率 還有大概30%左右 20幾 不可能賣光 部分外資賣就讓他賣了 各位 那下禮拜一會不會開盤 從上今天 我本來預測 今天的收盤價是108 結果今天收盤價110 比我的預測還強 下殺兩天出量 那禮拜一110 禮拜一開盤試戳價 如果是120是漲停板 我告訴你 這整個都扭轉 我只能這樣的告訴你 我只能這樣的告訴你 各位強不強 你自己看 幾乎收在最高點 各位3661的四星 幾乎收在最高點 已經收在最高點 不是幾乎 好 各位 我知道 很多投資朋友都在想 老師 現在指數12664點 我們看晚上非凡新聞 我們看所有的財經節目 大家都在講 12682是30年以來的新高 在這裡小心 上一次的12682 是跌到2485 這一次的13031 會不會中錯 那中錯的話 整個都完蛋了 會不會中錯 我跟你明白的講不會 好不好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四星 收盤價已經創新高 當初我在這裡告訴你 150你也不買 因為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看節目你當然不敢買 200塊你也不買 因為你想150漲到200漲50塊錢 我10張差50萬 我哪會敢買 好 150 200你都沒買到 250在這裡做一個凹型底的時候 你也不敢買 你想 老師這一根黑K 這一根黑K會再下跌 結果這一根紅K上來 這一根確定漲勢 300塊 你敢買 今天600塊 當然 我也告訴你560不要追 但是跌下來的時候 我有在這裡 我有告訴你 下影線 下影線 我說又回到了 甜蜜的買點 你又不敢買 結果隔天就漲停板 外資說調升平等到630 我看下禮拜就630了 老師我好可惜 我看你節目看那麼久 我都沒買 我說實在 我很萬賤 我都沒買 你沒買沒關係 我還有別的標股 對不對 各位6531的愛譜 100塊叫你買 你說老師我看你的節目 我有看 但是我真的不敢買 200塊我跟你講可以買 老師我也不敢買 我跟你講300塊 拉回來找買點 我當時有一個客戶 在這裡我有跟他講 我一直要叫你買 但是你一直跟我拖 你說拉回再買 拉回再買 結果這一波的拉回 你不買 就從250塊左右 漲到560 560我也叫你要賣 賣掉又拉下來 我在這一天 我有跟你講 我說這裡外資投現還在買 三百四百塊以下 當然可以買 對不對 你不要買560 你買360可以吧 今天來到多少 444.5 你就算買在400塊 你還是賺錢 那你認為 那你認為 400塊就不會漲了嗎 會不會再挑戰一次560 各位 我在這裡要告訴你 標股搜尋 標股搜尋 W1788 標股林中下 你來找我就對了 你可以在Telegram裡面 把你的意見 甚至你加入臉書裡面 你在這裡 把你的疑惑寫出來 我也告訴你 好不好 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底部亮縮還買點 有錢之所以有錢 做的按想的跟你不一樣 老師我看你這個節目看很久了 我做的按想的真的 老師有時候我就喜歡買那個旺宏 旺宏昨天漲停今天又不漲 老師我喜歡買那個國巨 國巨你跟我講420要賣 你跟我講380以下絕對不能賣 370要買 老師我那個370到420 我這樣來回做來回做來回做 老師做的好辛苦 老師為什麼你那個世心 可以從150到250到350到450到550到650 老師為什麼你的股票都這麼會飆 那我的股票為什麼在這上下震盪震盪震盪的 也不漲也不跌 對不對因為不一樣 好各位8月先放第一棒 我要送你這一支股票 來電登記加入代官報名W1788 買進的價位是多少 我目標價先讓你賺5成可不可以 5成意思說你買100萬變150萬 5成 多頭上升趨勢回撤休息整理結束 波段攻擊起漲開放粉絲掀起體驗下週一 全力買進好股賺波段 我波段裡面我也會帶你做價差 就像康控 買110幾120塊以下一路買買買 然後128你有50張再買50張當天拉到漲停板你把那50張充掉 我做得到別的老師做不到對不對 我在這裡不只讓你賺波段 我讓你賺價差 各位好重點是這裡怎麼走 我們看一下康控 老師今天康控又上來了 老師快到130了 當初在這一根漲停板你有沒有賺到 我有賺到 我的會員都有賺到 三個底部你有沒有買進我不知道 這一天拉漲停板我在東森節目介紹就是拉漲停板 老師就是有這個力量 老師就是這麼厲害 所有會員做見證 訂閱分享按讚 這個漲停板我有賺到 這個漲停板我有賺到 這個漲停板我也有賺到 各位你看連三紅 跌不下去了 對不對好各位 4935的茂林 我問你 你加入我的Taggram 你有沒有發覺到 我會把籌碼寫給你 他憑什麼在今天這麼爛的盤 開盤就跌的盤他可以開紅盤 他下殺之後可以拉到平盤以上 還有大單在敲 各位 你注意到 都跌下來了 對不對昨天很恐怖 我在動森解盤叫你說 你不是我的會員你一張都不要買 結果我講完之後拉到平盤以上 雖然收盤小跌沒關係 今天收紅棒 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是不是很恐怖 會不會這樣子 複製成這樣子 昨天還有一個分析師 我的好朋友 我以前幾十年前就認識 他說箭頭往下 我告訴你 如果禮拜一漲停板 就叫做箭頭往上 同意吧 各位我講的夠清楚 加入W1788標股林中翔 然後在這裡我會明白的告訴你 他的籌碼的變化 籌碼都被人家吃光了 各位我告訴你籌碼都被人家吃光了 我們來看一下6209的金國光 老師今天繼續漲 量價沒有失控 我問你快創新高了 快創新高 這四根漲停板你有沒有賺到 你沒有賺到 因為你在看 在Telegram裡面有人跟我講 在臉書裡面有人跟我講 他有賺到這四根漲停板 我恭喜你 這四根漲停板後面還有四根漲停板 各位你注意到 他這四根漲停板上去以後下來 他從來沒有跌破這四根漲停板的 這個缺口都沒有補 我問你強不強 這叫強 非常非常的強 好上去又下來 這個被警示嘛 所以分盤交易 正常交易以後 各位你注意到他底部越墊越高 量能慢慢加溫 你不要等到將來50塊的時候才來問我 老師啊金國光現在50塊 我能不能買個100張 你不要等到那時候再來問我好不好 你不要等到那時候再來問我 各位你就自己用看的就好 好 3406的浴金光 我也公開告訴你啊 我說這個630啊 八百塊我叫你不要買 我在這裡四百多塊我跟你講可以買 你也不買 這裡三百塊跟你講可以買 你也不買 對不對 八百塊你看我不要買 你現在可以先出場嗎 連跌三天嘛 這一天我也沒有跟你講630 我在東森連線我也跟你講630 老師今天最低點沒有630 今天最低點只有六百 六百五十四 老師就拉上來了 我告訴你在整理結束就會上去 但是 我認為這一波 郁金光大概會漲 應該八百塊九百塊會看到 要破千還難 我坦白講 股票不要畫夢給你 我問你啦 當初你是均安投顧的會員 你應該知道我帶你買過四星嗎 當初我帶你買一百塊的時候 當初我帶你買八十塊的時候 我如果跟你說他將來會漲到六百塊 你一定罵我 哈這個老師亂吹牛 現在你看到了 當初我帶你買精彩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一定會到兩百塊 要不要到一百四 你也會罵我 對不對 你不相信 結果今天也上去 但是各位一百四來兩次 這一次一百四 這一次一百四 我跟你講一百四不要追 一百四在這一線不要追 那你如果說他會到一百四 那為什麼一百二你不買 你為什麼要等到一百四再來 你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對不對 各位我講得很清楚 對不對 好 那國巨我在這裡也告訴你 國巨今天又漲上來了 漲到多少 小編幫我看一下 國巨今天收盤價多少 三百八十幾 成交最後一筆 成交三百八十九 我沒有對不起你 我有跟你講啊 國巨因為發CB的關係嘛 對不對 CB叫可轉換公司債 那可轉換公司債 它的就是轉換股票的價格 是四百八十幾 所以國巨今年要過四百八十幾很難 但是國巨的基本面也不錯 那你說國巨要跌到三百 三百五以下幾乎是不可能 除非兩岸發生戰爭嘛 那發生戰爭每一次都會跌嘛 又不是只有國巨會跌 對不對 那我問你 我講過三個月一支耳提面命 老師啊 我聽你的話啊 國巨只要破三百八我就買 可以啊 你也是賺得到錢 嘎尾老師要去放空國巨是不是 你就空 我告訴你啊 國巨如果 空單如果增加到一定的程度 搞不好四百二會過喔 因為空頭人都會輸嘛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他本來是不會過的 但是你有空單如果有一萬張兩萬張三萬張 搞不好國巨就過了 他讓你CP轉換 因為空單嘎都嘎上去了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解盤都講得很清楚 你看我的節目 各位你加入Telegram 你看里洲TV 你看我的節目 我在這裡所有的股票有閃躲嗎 我在這裡所講的話 你的話都是實實在在 你從四月份的 四月份的里洲TV 看到五月 看到六月 現在七月底 我跟你講的話 有變過嗎 別的老師可能一天換一檔 那 反正今天如果今天掌停板的是A 他就講 我今天就講A 結果A沒動了以後 他明天講B 後天講C 大後天講B 結果各位 一個月聽下來講了二十幾支 生技也有 電子也有 甚至傳產都有 我這三個月的節目 我告訴你就是光學 平蓋 IC設計 我有沒有變過 我都沒有變 所以我的點閱率 大家很喜歡看的原因是因為 我講個股 我都跟你講方向 所以你光看我的節目 你就知道大概怎麼做 但是因為我講的股票 就是特定這幾檔 有的人也不喜歡 所以他們就沒有看 對不對 金國光 有人不喜歡 可以讓你賺錢 你也不喜歡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3661的四星 可能有人現在不喜歡 太貴了 我買不起了 你不看了 怎麼樣 賺了四倍 6531的 艾普 你不喜歡 你說他太投機 沒有EPS 各位 也讓你賺了四倍 你也不喜歡 4943的康控 從110塊漲到145塊 你也不喜歡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買在140幾塊 那你為什麼不早一點來找我呢 4935的KY帽靈 帽靈KY 你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 120買 130幾賣 這裡再買 這裡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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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的會員 你跟不上 下來再買 這一根漲天買又賺到 152創新高出 145出 後來下來以後 上來我們不做了 這裡都不做了 為什麼不做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除全息 我跟你講過 啊除完全息 這裡從118.5 漲到132 這裡 有人已經賺了 放在口袋裡面 也放了一些在口袋裡面 下來再買 各位 我知道你有時候看我的節目 可能買在110幾 120幾 因為這兩天跌下來 你也不爽 你也不想看 好啦 那禮拜一一根漲停板就120 老師你講那麼肯定 禮拜一會漲停板 我不知道 我先講好 你又不是我的會員 對不對 所以各位啊 我在這裡公開告訴你的都是公開 我不會變來變去 老師你為什麼不分析華新科 華新科就沒有國劇好 老師你為什麼不分析大意 大意就不好啊 你叫我怎麼分析 我們就沒有啊 我們分析什麼 老師你不分析華邦店 華邦店我就不會買他 我在均安投顧 我已經賺了一大波 我在這裡分析什麼 我浪費時間分析什麼 他就不會動啊 好各位 我現在要送你一支股票 8月先發第一棒 各位這一支股票 有股票 你打電話進來一定有股票 如果沒有股票我退出市場 如果沒有 如果我們這裡啊 公司人員不報你這一支是什麼股票 各位 你把電話摔掉 你跑到公司來找我啊 我賠你一百萬 好不好 這裡一定有股票 買進的價位 最好的價位在哪裡 目標價百分之五十 老師你那麼有把握 我真的很有把握 多頭上升趨勢回撤修正結束 拖斷攻擊起漲 開放粉絲掀起體驗 你加入Telegram就送給你 哪有這麼好的 打電話進來也送給你 最近登記的 各位很踴躍 幾百通的電話 就差你這一通 各位 我要開始 把籌碼 要算給你看 主力籌碼 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你有沒有跟過一個老師 每一張股票都在節目上介紹 你有沒有跟過一個老師 真真正正在這裡實際操作 不是打嘴炮 講的股票都沒買 各位 那這種老師你不要去找他 各位 W1788標股林中翔 8月先發第一棒 哪一支股票 禮拜一我就帶你買 好不好禮拜一我就帶你買 會員禮拜一搞不好 開始要做了 老師禮拜一開始心情好 開始做股票 今天很抱歉 這個夜程沒有做到 沒關係 每天都有錢賺 每天都要讓你賺錢 祝各位投資票 賺大錢發大賞 各位 8月先發第一棒 打電話進來 就有 加入Telegram就有 祝各位投資票 週末愉快 謝謝 本公司以望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